哈喽,小朋友们好,我是芭比 这儿呢,是我开的一家宠物店 好了,我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宠物店里面都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 看,在树桩里的是小松鼠 有两只小松鼠 上面呢,有两个可爱的小白兔 在笼子里的这个是一只小狐狸 哦,这上面呀,还有两只可爱的小鸟 和一只非常美丽的梅花布 怎么样,我的这些小动物都很可爱吧 那小朋友们,你知道要怎么招呼小动物吗 如果不会的话,可以 可以在我的评论下方留言哦 我都会看得到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开始咯 嗯,这些小动物们肯定也都饿了 我先给他们喂点饭吧 好,我先把饭拿到地上 喊小松鼠先来吃饭吧 开饭啦,开饭啦 松鼠宝宝,过来吃饭吧 哦,我们来了 好,我先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 الل 好好吃 嗯,我也要来 下来下来,坐摆踢 哒哒哒 吃饭ней乏,吃饭它 嗯,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我吃饱了 喔,松鼠吃饱了 那我拿点小兔子吃吧 小兔子 你俩快吃吧 哦 好好吃啊 多吃点 多吃点 我俩也吃饱了 谢谢芭比 哦 不客气 不客气的 那你俩吃饱了 我给小狐狸咯 好了 你俩也快点吃点吧 嗯 好 真好吃 真好吃 哎呦 我的肚子好痛啊 肚子好痛 好痛 哦 梅花露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怎么肚子那么痛 我也不知道呀 我现在肚子好痛呀 哦 不要怕 我去找芭比 让她给你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芭比 芭比 梅花露 梅花露好像生病了 你快来看看 哦 梅花露生病了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过来 不要急 过来了 哦 我来了 梅花露生病了 嗯 不要怕 不要怕 首先呢 我用这个 听诊气 听一听 梅花露的肚肚里面 听一下 嗯 听听 嗯 这边 没有声 往上一点 听听这里 嗯 这儿 也很健康啊 再听听这儿 哦 这边 不对 不对 哦 梅花露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乱吃东西了呀 嗯 我也没乱吃什么呀 嗯 就前两天 我偷吃了一个冰淇淋 看看 就是那个冰淇淋的事 现在 这么冷的天 你还吃冰淇淋 肚子冷不疼吗 嗯 当时我就是太想吃了嘛 早知道肚子这么疼的话 我就不吃了 后悔死了 肚子现在好痛 好痛嘛 肚子疼是没事 我给你啊 开点药 吃点药呢 你就好了 但是需要打一针哦 嗯 还要打针 嗯 最怕打针了 怕打针还乱吃东西 就得给你打一针 长长进行 看你以后 还吃不吃了 嗯 以后再也不敢吃了 我现在肚子真的特别的疼 好了好了 梅花鹿 我打针一点都不疼的 放心吧 好了 乖乖的 给你打一针就好了 嗯 那好吧 你要轻一点 好了好了 我会很轻的 啾 小针 打一针 忍住啊 不疼的 哟 好了好了 打完了 是不是一点都不疼呢 嗯 真的耶 巴比 你打针真的不疼 哈哈 我就说不疼吧 要相信我 好了 我再给你开点药 吃点药就好了 看我们里面呀 有这么多药 我给梅花鹿 拿一个 治肚子疼的药 嗯 拿好了 快吃了吧 梅花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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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苦啊 嗯 嗯 吃完了 我要喝点水 太苦了 好 你的水 喝点吧 嗯 好多了 现在一点都不苦了 哦 我的肚子也好瘦多了 谢谢你 巴比 不客气 不客气的 以后啊 可不能乱吃东西了 嗯 我知道了 好了 小朋友们 梅花鹿呢 因为 乱吃东西 所以导致啊 他的肚子很疼很疼 那小朋友们 你们 有没有乱吃东西呢 会不会在冬天的时候 去吃冰淇淋 那么凉的呢 这种啊 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游戏 到时结束了 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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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